英国首相施凯尔在党内议会上进行演说 谈及以韩问题神情相当严肃 不料下一秒就求出包 原本要讲归还人质 施凯尔却一本正经脱口收出归还香肠 让他吓得赶紧改口 好巧不巧巴勒斯坦驻英国大使 也在台下见证口误现场 这段画面在网路上疯传 催生出许多梗图 然而施凯尔的口误不止这桩 今年7月刚接任首相的施凯尔 在议院发表谈话时 竟一时忘了自己是新首相 把已卸任的苏纳克喊为首相 让在座议员哄堂大笑 现年62岁的施凯尔接连出包 好在都能透过幽默化解尴尬 不过施凯尔对于国际领袖 在公开场合上出现口误 或许一点也不陌生 81岁的美国总统拜登 今年7月出席乌克兰贤地记者会 竟在关键时刻将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喊成普丁 让现场气氛一度尴尬 拜登年纪大进场出球 北约领袖们或许早已习惯 如今拜登即将卸任 不料又多了一位口误首相 施凯尔是否会成为拜登2.0 也成为国际场合上另一大焦点 赞连新闻 赞同报道